甲敬文承认偏心步步,真实的原因所有父母都应该要重视。 甲敬文带着两个女儿参加的综艺节目《妈妈是超人》中,我们经常看到甲敬文一直都是抱着大女儿步步,外出也是带着她,而小女儿拨妞大部分时间由保姆帮忙照顾打理,网友们就这个问题就讨论了起来,认为偏心步步。 不过可爱的步步在节目中的的表现也是也时常让网友们感到暖心,这也离不开父母的教导。 但是很多网友表示,明显看得出来甲敬文更加宠爱步步,是不是因为步步酬劳比较高,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身上引大家的关注。 因为节目中很多时候在家里的镜头,波妞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坐着玩,有时候自己爬来爬去,拿着鞋子或者玩具都放嘴里,而步步很多时候都在甲敬文怀里或者就在甲敬文旁边。 网友们看在眼里,喊话甲敬文不应该出现偏心的情况,对孩子应该要公平对待,不要忽略了波妞,他比较小,更需要细心照顾。 就网友们讨讨论的这个问题,在节目中甲敬文和修杰凯也聊起了这个话题。 因为步步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,他们趁着波妞睡觉地讨论两个孩子教育问题,甲敬文觉得步步还小,没必要现在上学,但修杰凯说要更好地照顾波妞。 甲敬文坦言对波妞确实忽略了,因为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探索步步的成长和变化,而错过了波妞很多成长的细节,亏欠了波妞。 甲敬文坦言,步步步这个年龄段刚好是个人观念的形成期,很多事情都需要父母的引导,两个孩子,家庭的重心难免会倾斜,故次失比,而且步步是比较感性的,所以多花更多的精力。 而波妞还小,还不太会思考这些问题,还有,波妞很乖,姐妹俩感情很好。 波妞在哭闹没人陪的时候,步步回到妹妹的身边陪妹妹,而甲敬文花更多精力照顾教育,步步让她更懂得把关心别人。 修杰凯言婉心坦言说,孩子都需要被照顾,难免会有疏忽。来安慰甲敬文。 看来在照顾孩子的问题,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惑和辛苦。